我今年贏了托麥杯控陪比賽冠軍 代表香港會上去中國賽區參加總決賽 上去會有三種咖啡豆給我們選擇 當然整個流程就是給我們一種豆 我們會選擇一種自己心目中想用 會選擇一些不好的咖啡豆出來 然後就會開始想回我們的胸背腹線 為何會令這隻咖啡豆表現它的風味出來 我其實未接觸過全夜風的紅肌 所以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第一天去試機 限時一小時給你試一公斤咖啡山豆 當時我試了三路 用了不同的曲線去試 當中葉峰的咖啡機 也不能調節火的大小 只有開和關 所以我更加難去掌握